嗨晚上好 我們等下來把那個主線破完啦 我其實跨幅蠻期待的 雖然我現在都在練分身啦 等下看我一堆小號 你看我的分身流啊 分身流的幹嘛 分身流可以讓你白嫖啊 白嫖 金 我們等下來合金看一下 今天應該是穩金的啦 那我再多一金 主線最終章很簡單耶 反而是前面的王超難 你打主線啦 這個什麼古爾維格 這個莫內加領跟這個什麼 這個大鸚鵡 這兩隻都很難打 再來是這個古爾 這個很簡單 這四隻比較難打 啊最後一個海拉根本乾他賽了 好啦 打海拉 最後章節 我感受怪 有點有點 血有點多耶 你看這個副本真的蠻簡單的啊 你們如果解到這邊 你們只要把前面都過關啊 你要通關最後一個偉大的戰士啊 應該是易如反掌 他沒有什麼難度 我可以直接站著打 難度跟前面幾個差很多啊 甚至 講白點啊 連洛基都比他強啊 洛基那隻第三世界的王都比他厲害 這個這隻王真的沒什麼技巧 不過他會蠻多狀態技的 你要記得 打真正的副本要閃一下 打主線的就不太需要閃 這個王很小隻一個人形態 很小隻 閃他的那個滾輪啊 大風車 然後他會把那個藤蔓把你騎過 把那個扇形範圍的人拉過去他身邊 他在寫五條啊 五條 大範圍在打二連接招 死去啦 過關了 結束了 給我這爛東西 我們來挑戰一下 看看那個大王到底強不強 我還不知道單打得怎麼樣 試看看 創建隊伍 開始 我看看這關幫你們測試一下 可不可以單打 如果可以單打的話以後就 喔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 我這怪物的血 哇操 不用測了 打不贏 我打不贏 別人可能可以打 我是打不贏 尻我一下 第一批小怪就把我打成這樣子了 我還用玩嗎 不過洛基應該是可以啊 我們先捏洛基好了 怎麼有點痛啊 我是什麼裝備沒換 好像有點疼啊 你們覺得我會被洛基打死 單打 這有時候會翻車 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 有時候我還是會翻車 不過我是覺得這場應該是不會翻車才對 開噴 單打洛基 啊靠暗座定了 哇塞 記得你要把那個臉啊轉向入口 隨時滴小怪有沒有出來 外出了 先讓小怪自爆 哇塞 哇塞 完了 啊 我跟洛基應該是可以 我先捏洛基 好不好 沒事 但我沒講 哇 我想說我應該過了 怎麼會 被炸到 有 有差 我覺得有差啦 就是你的技能守順啊 其實我覺得差別是在於按的順序 比如說我1234 5678 我有習慣的按的方法 你會習慣說什麼技能之後接什麼 你比較不會亂 比如說你綁完之後 就推 把他推出去 然後再放地雷 他就在遠方爆炸 或是你就先推 然後再把他綁起來 讓他靠近不了你 打不到你 其實弓箭手主要招式應該還是在 後空翻跟經濟的 施放的順序啊 因為後空翻跟經濟影響到你會不會死掉 那個影響比較大 這是我打架的配置啊 打架就是這樣配 我覺得練功的話給你看一下 練功我有另外一個配置 我等一下給你看一下練功的配置 因為我覺得練功才是真正需要配的 你打架就只要你自己按的順就好了 我的順序是這樣子放的 大概整體號模式12.93 然後我穿全回回魔裝模式回來的 一般區域掛機的話 第一招我一定放這個 神射手的庇佑 這招我一定放第一招 只要他有我一定先放 因為他68秒 攻速提升18% 代表他的順位是排第一個 只要有這招你就放 因為你近年會卡CD 有時候前面你如果放這個招式 然後這種CD短的 他可能就是 一輪輪完之後卡CD 然後找過來的時候 可能準備要到他的時候 前面又CD好 他又會放前面第一招 他會照12345678的順序去放 所以你在掛機的時候 你要讓你的攻速 順打得快 攻速這個我會先放第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從CD短的開始放 喬阿攻擊我一定放第一個 他是弓箭手的CD最短的技能 而且招牌技能 你的大部分的速度都是靠這招打出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放那個推擊 把他推出去之後 然後下劍雨 他就會緩 他就會走很慢 就有機會在你面前 還沒碰到你就死掉 然後再來是放毒箭 毒箭這個基本上主要是 搭配這個 主要是打第三段 他的CD因為沒有到很短 所以我這個放大概第五個 就是前面輪完之後 就輪到他 因為我有去算過每個技能的CD 搭配冷卻之後 怎麼樣放 放技能最怕 幾個情況 就是 有的技能根本沒有在跑 他就比如說那技能 你都排好之後 你會發現 有一兩個技能 你排的位置不對 他就使用率非常低 使用率太低的話 那技能就會被浪費掉 比如說你攻速把它放到後面 好不容易放到的攻速那一格 放完之後 你前面就在卡技能 不是加速那個技能放不到 就有可能是你的普攻很低 然後第五個我會放中毒 中毒主要是打第三段 第三段我的吸血是藍色加7 這個15%吸血可以讓你的續戰力大幅提升 基本上只要不是掛最後兩個地圖的 我打怪都是滿血 我除了最後兩個地圖之外 其他地圖我用吸血配無敵這兩個技能 就是我把經濟搭出來打單體的 把劍羽收掉 打單體的話我可以整天不喝水 然後第六招我是用後空翻 自動放用後空翻 就是閃招用的 不會一直放閃招 原因是因為閃招這個技能的動作太大 然後第七招我會放這個禁錮之劍 為什麼放到第七呢 因為他的基地比較久 通常他這個只是牽制地 那我們一般掛的技 其實我個人認為前面幾招放完怪就死掉了 如果你是比較軟的話 你別考慮把他往前放 然後把劍羽跟推擊把它往後放一個 比如說在你面前你把他綁起來 接著放推擊把他推出去 他就打不到你 他就在那邊被綁在原地 然後再放劍羽他就永遠都被射死 那我不建議再放這個 你不要把攻擊技能塞滿喔 除非你的回魔非常高 不然譬如說我再塞個定把射擊 下拉 49回魔 回不回來 魔會乾 三個幻象之劍下拉 50回魔 根本回不回來 所以這就免了吧 放這樣子然後不下拉 下拉的話魔也會回不回來 就這樣子 關鍵時候再按一下按一下就可以 我會這樣配啦 其中特別注意就是我這個不會開 就是禁錮完之我不會開連續技 如果你看連續技的話 技能號魔會變46 我也會回不回來 所以這個我不要開 大概是這樣配 然後第2組主要是打架跟推王 打架跟推王的話技能組就會改變 我就把它換 我就不會去放加速排第1個 加速會變手動按 手動按加速 因為打架跟推王你要閃招 你不能被卡住 所以你要一隻 隨時跑 像這個後攻番跟這個無敵啊 因為你是關鍵保命技能 閃招用的 還有劍羽 清小怪 範圍怪用的 關鍵時候你可能要拉怪或脫怪 這三招我就不會開自動 然後第3組配置的話 主要是針對 掛後面地圖強怪區 我不能開劍羽 所以裡面沒有劍羽 那我就會把經濟放上來 增加我的續戰力 就是多3秒50 這樣的配置 給你參考 直接合成 動 金的 媽 金色 真的中金耶 對 這支金卡對不對 還蠻好看的 這也還好 看一下 胸部會晃 可以 看這個 你看 這個胸部不會晃 這個胸部也不會晃 這個胸部會晃 這可以喔 這個可以喔 這個也會晃 這個也可以 這個有腿 我現在好像變態 我這樣是不是變態啊 我這樣是不是變態啊 這個胸部會晃